非洲大草原上每天都上演着各自各样的精彩决斗 要说到非洲草原的霸主 人们常常会想起狮子 狮子猎杀食物的场景可谓是相当激烈 其实在广阔的非洲大草原上还有很多别的动物 它们也是非常英勇凶猛 不猎的时候也是非常惊人的 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花豹就是其中一种 大家都知道豹子的奔跑速度非常快 而且不猎的时候也是非常凶狠 被它看中的猎物几乎无法生还 但是狮子遇到花豹会怎么样呢 在大草原上有些动物会喜欢坐享其成 就是在暗处端坐着看到别的动物打到了猎物以后 再悄悄地去攻击这个动物以获取它嘴里的猎物 哪怕是雄狮偶尔也会干这样的事情 这不这天一只花豹看上了一头羊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这个羊给抓到了 但是花豹一般不会就地抢用食物 它喜欢将食物带到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去吃 比如花豹就非常喜欢把食物带到树上吃 要知道很多大型的肉食动物一般都不会爬树 而花豹算是另类了 可是花豹不知道一只熊是一直尾随着自己 就在它到了树上要享用食物的时候 狮子突然出现了 花豹本来还庆幸自己爬上了树 应该可以保住自己的食物 但是没想到这只贪吃的狮子 居然为了吃口肉竟然豁出去了 它施展全身解数要爬到树上 眼看这狮子马上就爬上来了 花豹本来还打算反击一下 但是哪怕是在树上 花豹也不是狮子的对手 所以只好信心地离开了 将食物留在了树上 狮子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在树上享用的食物以后 饱餐一顿的狮子非常满足 但是这个时候才发现 自己正在树上下不来了 真的是上树勇力下树难啊 狮子在树上折腾了好久 最后没了办法 只好闭着眼睛跳了下来 它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好久地站不起来 看来是摔伤了 相信这次狮子已经吸取了教训 以后再也不敢爬树了 小伙伴们 你呢